有个著名的蝙蝠侠的一个编剧 他在1985年的时候写了一个叫做蝙蝠圣经的存在 就是丹尼奥尼尔 这部Buy Bible是为之后直到现在将近40年过去了 所有蝙蝠侠的整体造型 Lore 背景 人物 性格做了一个奠定系的基础 他在那部蝙蝠圣经理们对蝙蝠侠的布鲁苏恩的形象 做了有一个词 是我认为只有罗伯特·班提森打倒了 这个词叫做unfocused 就是孔老师说的死样子 好 欢迎收听新的一集什么电台 我是孔老师 我是王老师 孔老师怎么还出来母国的方言了 母国可还了得 天哪 说回来 今天一听我们两个人就知道要录一期关于超级英雄的节目 怎么我们两个人就超级英雄了 我们前面录了什么 录了奇迹 录了开端 你怎么就跳到我们两个人变成超级英雄了 奇迹里边那个一阳千玺是不是超级英雄 奇迹里面有一阳千玺 对 确实是超级英雄 这就是奇迹 没错 一个人带着一帮生产之间的社会编业人群 然后成了一个CEO 走划人身巅峰 为国家实现就业和电子产业的高速发展和绿色化进程 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对不对 这是超级英雄还是人民卫兵 这一样吧 人民英雄为人民 是不是 没错 这不是英雄吗 是 你要不能光走向西方的英雄叙事的逻辑 你要用人民史诗的角度来去考虑这个问题 了解了 明天是入人民的名义是吗 比方说你看这个开端 不是超级英雄吗 是 还能不断反复穿越 不断反复重启 是 对吧 提到了重启 关于我们今天这个电影就有关系了 对吧 闪电侠 闪电侠就祭天用的是吧 我们说一说别的东西 重启这件事情 就想到我们大本 等会可能被车撞死了 撞死之后 还是得有新的蝙蝠侠对吧 没错 然后我们就讲讲这个新蝙蝠侠 就是由我们这个嫩牛五方扮演的 罗伯特帕丁森的主演 罗边罗边 我们今天来讲讲新蝙蝠侠的前瞻 对 今天到那个3月18号呢 这个新蝙蝠侠就要上映了 对 然后据说这个海外呢是3月4号 还用据说吗 对 反正 一个是海外据说中国是3月18号 没有 反正不知道 不清楚不了解 反正我们知道我们这边是终于定档了 对 蜘蛛侠什么时候定档不知道 没错 对 然后呢我们为了好好讲这个片子呢 就是说我们要不给大家先普及一下 一些关于这个影片的信息 给大家做一下这种前瞻性的讲解 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请到了 在这个领域最专业的人 毕竟是拍支部电影的 他的这个起始的策划者 我觉得就是他除了这个起始策划者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身份的就是不断对自家的 和别家的IP进行这个 毫无情便的批评 对 所以我们至此也请到了华纳总裁来锐评蝙蝠侠 好 来欢迎顾颜希 顾颜希可爱情 大家好 太了不起了 就被他得逞了 商业果然是无情的 没错 说回来说回来 今天我们不开玩笑了 今天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前瞻的东西 然后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基本信息吧 好 这个导演和编剧啊 我听说非常的了不起 叫马特里福斯 您讲讲 马特里福斯呢 我自己对他的印象呢 其实是星球崛起的二和三 然后星球崛起三 我记得我们电台是讲过的 那我不记得了 对 那天是有希多老师 你不在那还是我在美国的时候讲的 主要是我对星星不感兴趣 那个星球崛起三 真的是很牛逼 他的技术 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 除此之外呢 我就不太熟悉了 小恒老师 你来给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马特里福斯啊 看起来名不见经传 其实也是名不见经传 但他不得不提的一嘴 第一嘴啊 是他是我和孔老师的校友 你看他占光了吧 那就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 那大大的有名 那是那是 那我们俩怎么还名不见经传呢 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社会环境啊 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好了好了 不用再说了 我们实在讲一下 这个马特里福斯 他毕业于美国的南京大学 也是电影的制作专业的 他之前也是跟我们很熟悉的 J.J. Abrams是好朋友 然后也是从斯皮尔伯格 所以他的可以说之前 在进入电影的导演行员之前 一直是在很多电视剧和MV层面的 就大部分的电影导演 都会走的一条道路嘛 然后他第一部的长篇呢就非常惊艳 我们知道有一个系列叫做 科洛福道路系列 Coverfield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三部曲 每部之间都没有什么关系 拍摄手法 拍摄的元素 它的RARA都不一样 那第一部做一部讲述 大怪物入侵纽约的伪纪录片 是以全程第一视角的一个伪纪录片的 DV CAM的这种模式去拍摄的 这岂不是ICP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是觉得很惊艳 就是他是把那种伪纪录片的恐怖片 做到一种跟怪物片结合的一种非常好的手法 所以马特里夫斯其实从一开始 他对于惊悚 以及悬疑这一块的模式的拿捏是非常好的 第一部之后呢 他其实后面又翻拍了一部北欧的恐怖片 叫做生人物镜 是讲一个吸血鬼有关的 内部就相对来说 只能说在视觉元素上 慢慢奠定了就是马特里夫斯 他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种视觉元素符号 故事剧情就挺一般 然后直到后面 他慢慢的被好莱坞主流的商业大片所发掘 导演了这个星球崛起的二和三 然后本身我对这个系列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你不得不 我很喜欢 客观上你能够看到二和三 我们尽管不说他的剧情好不好 但是他在视觉元素的把握上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个人自己独到的见解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一会讲到新蝙蝠侠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马特里夫斯 把他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觉 视效以及对于色彩的把握上 在这部新蝙蝠侠里面是呈现的非常好的 所以其实关于马特里夫斯 其实前面的履历没有特别特别丰富 我们能讲的主要就是他导演的这几部作品 至于他兼制的和他作为制片的 在这部影片上面其实就没有什么过度可以去借鉴和思考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从导演和编剧 我们可以跳到主演 编剧不是之前还有个大本吗 后来大本退出了 以前连编导 不是同一部电影 以前编导都是大本 演还是大本呢 对 说回来这个跟没有关系 因为本来好像是先是大本要拍这个东西 后来大本说不行 我一个人搞不定 才让马特里夫斯进来当导演 后来大本直接说我不是蝙蝠侠了 就走了 对 然后就马特里夫斯这一版本就变成了一个 全新的独立于DCEO的这么一个 没错 对 然后就是想算把这个导演给大家丰富的介绍了一下 然后我来说一下这个主演的阵容 我们一起来过 比方说这个罗伯特帕丁森 我们的这次的罗边 对吧 之前呢 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目光之城系列 演那个吸血鬼 对吧 也很不合这个人设 对吧 然后那对于汉米来说 比方说我跟基督老师做的那个《黄泳皮有趣话》里面 我们曾经也介绍过这个信息 就是他以前是 《哈利伯特》里面的塞德里克·迪戈里 没错 这个欢愿的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 下一个 比方说左伊克拉维兹 对吧 他也是《哈利伯特》当中的一个演员 那是在新的神奇动物里面 对 他是演那个利塔·莱斯特兰奇 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是扮演 就是纽特的梦中情人 但是后来嫁给他的哥哥 然后后来在第二部里面就光荣的牺牲了 这么一个角色 他还挺好看的 然后跟他的绅士 他的绅士也比较的曲折 曾经把他的弟弟给扔到海里面淹死了 就这样 后来换回来那个小孩发现是 很可能是邓布里多的弟弟 反正这个事还没有闹明白 我们看四月份上三的时候再看看 到时候我们会有神奇动物在哪里 删怪物与邓布里多的秘密的前瞻 怪物与邓布里多还能有什么秘密 太恐怖了 这是香港的翻译艺名啊 好的好的好的 邓布里多之谜啊 咱们大陆的翻译 之前好像是在那个第一站里面演那个小蝴蝶的人 对吧 没错 然后那个也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个演员吧 然后但是其实在X战警第一站里面 他的那个扮相和他的整体的绝对塑造 其实不算是特别成功的 然后反而是在后面的一些 轻喜剧啊 和一些美国特色的二级喜剧片里面 我觉得对这个人物稍微有点了解 然后其实啊 他并不是第一次出演猫女这个角色了 他曾经在我们非常喜欢的乐高蝙蝠侠里面 为猫女这个角色进行了配音 好像就会说个喵 好吧 这狂狂说的就是有道理 下一个演员叫Polino 小松老师你不要说一说 这个保罗Dino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他目前在新蝙蝠侠的任何一款预告 海报 剧照等一系列物两人都没有露出正脸 永远只是这个他戴着一个非常 这个意味深长的头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然后保罗Dino本人呢 他其实你一开始无法想象 他会演这样的一个反派 他长得就是一副看起来傻子傻气 迷语人呢 这个 滚出歌坛 滚出歌坛 看来孔老师这个阿卡姆系列玩的还是很 我玩过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他我不想玩了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保罗Dino这个演员呢 其实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演阳光小美女 这是一部非常非常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 奥斯卡之前得奖的一个片子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 是奥斯卡最佳编剧 然后他在里面就饰演了一个 就是那种比较稀奇古怪的 然后有毛病的那种怪异的那种男青年 然后他的长相也不是属于那种很帅的 所以说一开始 当马特里福斯选择保罗Dino 作为谜语人的时候 我其实还是抱有一点疑惑的 因为我们知道谜语人传统的像是那种 有点疯癫有点睿智 然后并且在漫画里面 经常是一种比较瘦一点的那种形象 而第一次保罗Dino他这个形象 他这个脸整个就像大饼脸一样 跟那个谁一样 风静化那个御庸演员叫啥来着 宋康浩一样 但是其实这次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全程没露脸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然后刚刚聊了几位这个主要的演员 然后我觉得其他还有想聊到就是安迪色金斯 安迪色金斯我们知道 他本身也是跟马特里夫斯偏御用演员了吧 毕竟在星球崛起吗 对星球崛起的二三里面的那个 Ceaser凯撒 安迪色金斯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多聊 咕噜啊 最新的身份是独一二的导演 这个我就不想提这个你非提 这么难看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可能就全世界也只有BA觉得独一二好看吧 是吧BA 是的 刚刚提到了安迪色金斯在其他几部作品中的饰演 那他在这部当中其实演的是蝙蝠家族的99%的战力提供者 阿尔弗雷德 管家侠 对管家侠 管家 Together Strong 是 好好好 newbie 然后最后一个演员杰弗里怀特呢 他也是史上第一位黑人的格能警长 然后其他原因特殊原因我们就不细聊他了 对 然后我们过了主演之后 我们其实特别想聊一下 在摄影和音乐之两方面他的一个负责人 摄影呢 他的摄影指导叫Greg Fraser 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 他之前也提名过奥斯卡 然后呢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什么呢 他最出名的作品就是今年提名奥斯卡了 就是沙丘 童老师特别喜欢的沙丘 今年沙丘应该是基本上所有的技术奖 全都提名了一遍了 沙丘基本上技术奖应该能拿很多了吧 是 就今年可能从大一幕的表现来讲 可能没有几部电影能跟沙丘去比 没错 这个摄影指导 他应该特别喜欢拍沙子 因为他除了在今年摄影指导了沙丘之外 也指导了曼达洛人 拍个电视剧 是 电视剧他其中有三集是作为摄影指导的 然后也是那三集 他的摄影明显是比其他几集要好很多 然后其中有一集还用了MX镜头 我去 好贵啊 迪士尼嘛 对不对 可以 然后我这里特别想讲到一点的是 根据于《新编户侠》这部电影呢 其实Greg Fraser 他选用了2.39比1的变形镜头来拍摄的全片 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你仔细看《新编户侠》的三款预告 现在我只出了三款 它的周边就是我们先说2.39比1 这是一个隐秘的长宽比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然后变形镜头是你如果仔细看它的四周 它的四周是偏模糊并且向内进行挤压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镜头 然后你比如说像相比于之前的 不管是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 还是扎倒的BVS 它都选用的是那种 要么是MX去试 要么是非变形镜头 然后更多的是注重 它能够去捕捉多少刀的画面细节 而这部当中其实可以感觉到 这也是马特利福斯的一个选择 他想要去更多的体现 就是这部更多的聚焦 反而不是像诺兰三部曲它有反派 然后BVS里面有超人和《蝙蝠侠》之间的理念对质 那这部它更聚焦的是蝙蝠侠的心理变化 和它自己内心的纠结 所以它整个的变形镜头 画面是往里压挤的 是给人一种随时那种非常压抑 它心理在不断纠结变化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就是它在用这个镜头暗示 蝙蝠侠心理变态呗 这还需要暗示吗 你明示就不电影了吗 就你要心里骂一下吗 气力骂 对对对 然后这个音乐 我们说摄影音乐 音乐其实这个人的名字非常难读 我叫迈克尔吉亚吉诺 迈克尔吉亚吉诺 然后这位作曲家 看起来好像名不见经转 其实非常厉害 名字这么长的 怎么个名不见经转 就是名不见经转 大家好像都没怎么都没了解过他 但他其实不仅提名高斯卡 他还获得高斯卡 你看看就是迈克尔吉亚吉诺 我为什么记得呢 我在讲蜘蛛侠2的时候 专门讲过他 你想说的是蜘蛛侠3还是蜘蛛侠2 2我们也讲了 你忘了好多年前的事了 对 荷兰蒂的神秘海域的 那个定当海报上面 他的那个过往履历上 还是蜘蛛侠2 没有蜘蛛侠3是吧 对 没有蜘蛛侠1了 这部作曲家 他之间是在很多 皮克斯的电影中配乐的 像玩具总动员 美食总动员 飞舞环游记 他也靠飞舞环游记 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 最佳远创配乐的提名 然后像之后 他的履历可以说是 非常的异常性光 除了我们刚刚上一次 聊过的蜘蛛侠3 这部的新蜘蛛侠 包括后面的雷神4 侏罗纪公园4 不 侏罗纪世界4 不好意思啊 然后还有巴斯光年的独立电影 都是由他来进行配乐的 可以说他这是在 一身你宠儿 是是 所以说可以说 他未来的这个路径 还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然后其实我们在 讲这期节目的前几天 他的配乐已经出了 我已经这个连续 那几乎是剧透了都 他的节目的 这些曲目的名字 还是没有剧透的 然后我已经大概连续 循环了20多遍吧 他好听了 他这个这次吵吗 像诺兰雅 刚刚刚刚刚 你好歹说汉斯寂寞好不好 然后他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觉得他这次 反而没有把那种 蝙蝠侠的音乐 做成那种 很震耳欲聋式的 那种微迫感 他尤其是他中间 有一段这个melody 他是把它作为那种 延续到了BTS 就是蝙蝠侠动画系的 那种非常优美的弦乐 有一段非常非常的优美 然后我这段是觉得 特别特别的好 就是他可以把那种 蝙蝠侠的威慑感 我不知道 这部的蝙蝠侠主旋律 还是当当当 那个有的 然后和那种 蝙蝠侠那种脆弱的 那种感觉 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部我觉得 其实是 其实我是蛮是喜欢 这部的新配乐的 因为年轻 因为年轻所以迷茫 对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把这个演员 应该也介绍的差不多 是 人缘 对 然后我们要不要来说一说 关于这个 就所谓我们展望 前瞻展望的一个正体部分 是 关于演员的一些期待 就是首先 这个 首先就是罗伯特帕金森 我对他上蝙蝠侠 这件事情的印象 就是什么 连篇垒读的报道 说他怎么怎么不行 对 然后后来 我觉得是19年吧 是China Joy 还是什么活动 然后杰姆利过来 对 然后我正好那天 应该是Wonderfest Wonderfest 那就是 然后我就去采访 然后现场就有人问他说 你觉得罗伯特帕金森 这个蝙蝠侠怎么样 然后杰姆利就说 你看这个蝙蝠侠行不行 看哪里 看下巴 你看这个罗伯特帕金森 他有一个很完美的下巴 我觉得他很合适 是 对 就清定了 清定了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 最好玩的传闻 也不是传闻的 自己说的 如果这版 变我下我眼的不好 我就要去下海 我就要下海一眼黄篇 这个我也希望 华纳总裁有一个 我要是下一个视频 再达不到 五双的播放量 我也下海 也行吧 也行吧 顺便可以卖一下 他的什么闪光内裤 可以 这波广告可以 那个卖完了 卖完了 没事可以再版 对 这里正好想问一下 华纳总裁 还可以做什么 店主重做版 他来了 他来了 来我们把话题 从内裤换回蝙蝠侠 对不起 这个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华纳总裁 你是怎么看待 罗伯特巴金森 这版的蝙蝠侠的 因为据我认知了解 你应该还是很喜欢 大本的一版 对吧 真的 我是特别喜欢 大本这个 因为 虽然我看的漫画不多 不过就从我16年 开始接触的超级英雄 那肯定一直都是一种 就是肌肉比较发达的 那种固有印象吧 不管是闪电侠还是蝙蝠侠 我一直都觉得 大本是比较贴合 像漫画那样子 肌肉男嘛 BBS里面也有很多的 展现肌肉的镜头 是不是 然后再转 转观这个帕丁森的话 因为 我其实一开始 对他也是不了解 我跟一般的路人都是一样 就无非就是 哈里伯特 要么就是 不光之城 然后不管他是 后面演了多少文艺片 其实他身材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再加上他跑火车 说自己不健身 是不是 那我就觉得 这个有一点 就是确实是感觉到 好像不是那么尊重角色 到了后来 后来他确实是有健身的 然后预告片里面 我们也看到 确实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 能看出肌肉来 配合整个电影 这么一个基调 没有说一定要 哇 宝金工商 各种各种痕迹 什么战损 什么之类的 没有 我现在觉得还是慢慢可以接受了 至于他的那些 总的来说 我目前对帕丁森 是没有什么偏见的 我觉得非常期待 你首先要看 帕丁森那个样子 我们国内的一般的 通俗用法 说法就是死样子 够通俗 对 他是那种 一看就是比较阴郁的 然后吸血鬼也好 东蒂感觉就是一个 比较阴郁的帅哥 然后再加上 他之前跟斯托尔特 不止乱七八糟的八卦新闻 然后整的 每次看到他 感觉都是一种身心俱疲 我每天在干什么 我每天都想退出娱乐圈 就用那种感受 其实我对帕丁森的印象 跟艾兹拉米勒是一样的 一直以来 虽然说一开始 扎克斯奈德 他亲定那些演员 都非常优秀 但唯独想电侠 其实我是 一直都抱着一个 怀疑的态度的 就投身比这个问题 我是比较在乎 因为他的肩膀和他的下巴 看起来整个人 就比较弱弱的 而且他们本身 两个演员 他们以前拍的戏 不也是一样的路子吗 就比较文艺 然后也是 刚才孔老师说的 就是好像受了什么伤害 然后受了什么创伤 特别是 大概是青少年 那种创伤 他给我的感觉 都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帕丁森 这个人物也是这样子 然后突然演了一个 这么知名的一个 美卖一哥吧 所以其实 我觉得大家会有怀疑 也很正常 而且再加上 DCEU 现在这个比较乱的 这个宇宙观 对路人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的 不友好吗 本来我们就不知道 你这个蝙蝠侠 到底是哪一个蝙蝠侠了 是承接哪一个 电影的续作 然后演员都换了 所以大家 对于这个演员的质疑 不管是从 从他以往的作品来说 还是以他的外貌来说 还是以他现在要 诠释这个 美卖一哥的角色来说 对于路人来说 门槛其实是有的 并不是说 大家都说 这是一部新的电影 没有什么 DC与EU的这种 门槛 但是就他外形 就目前这些东西来看 对路人其实并不是 那么的友好 路人说 我才不在乎他是谁 我甚至都不知道 蝙蝠侠该长什么样子 我是这样 说回来 就是帕丁森 这样一个状态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人好像 确实不太能演 大家也都知道 每任蝙蝠侠 都没有受到大家的喜爱 都是在公布人选的 第一瞬间都被骂死 然后后来发现 大本肉就真香 对吧 就没办法 对 然后帕丁森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一开始也觉得 这个人 跟蝙蝠侠 好像搭不到一块去 然后后来我有看 比方说元年啊 这种作品 包括也了解到 这部作品的 就是基底是 就是布鲁斯维员 刚刚当上蝙蝠侠 比较青涩状态的时期 那其实反过来 你就可以理解了 像一个父母 在过去80年 被反复杀了几十次的 一个年轻人 对吧 决定过来 不止几十次 不止几十次 没有上百次了 对 不管在电影里面 就好几次了 别说漫画里头了 漫画基本上 每时期都要回忆一下 然后这次终于说 我要过来 这个清除犯罪 拯救这个城市 他要很阳光 很璀璨的 我觉得也不太可以接受 对 然后我觉得大本 其实就对 这个钟老年的蝙蝠侠 做了一个 比较好的诠释了 一个受够了这些事情的 一个颓算的蝙蝠侠 其实罗伯帕丁森 他这个人物形象 给给大家过去的印象 去诠释一个 刚刚进入这个行业 的一个新手 但是又充满了愤怒的 然后充满了挣扎的年轻人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一定是合适的 再加上马塔利福斯 一直说要表现的时候 我要表现一个 蝙蝠侠的心境 我要表现出 他的侦探的那一面 或者是信使主义者 这一面 那我觉得就很合理 对 作为一个蝙蝠侠的 老粉来说的话 我可能跟两个观点不一样 我觉得他就是 最合适的蝙蝠侠 就最合适的 真人出演的蝙蝠侠 为什么 因为他演过戏削鬼 这不是 就是我其实 在他出演蝙蝠侠之前 我就一直有关注过 罗伯特·巴金森 这个角色 就是他开始慢慢走向 文艺这条路 然后其中有两部影片 是对我感受特别深的 一部是大家都比较熟悉 这个灯塔 出名的Jerkhoff场景 然后就可以看到他 就是灯塔之不定 让我觉得他有演技 这是第一点 哇他竟然有演技 确实很不容易 哈利波特里面也是个面谈 是啊 然后他自己这个演员 之前很久之前也说过 就他有点像王川军 就是他曾经公开表达过 当时是自己被迫出演 目光之城 然后也非常不喜欢 目光之城的角色 他非常的讨厌 当然让他做的一切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他必须得选择这条路 不然没法出名 就是他其实一直是有一个 文艺的内心的 然后我要说的另一部电影是什么 是大卫柯南伯格的 有一部作品叫大都会 大都会呢 大都会我知道呀 就那个什么人和脑 工人和资本家在一起的 那个 那不是一部大都会 那个是那个 弗里兹朗的 1920年的那部大都会 然后这部大都会呢 叫做Cosmopolitan 那个不叫Metropolis 这部叫Cosmopolitan Metropolis 大家也都熟了 这个大都会 然后那个 罗伯特帕丁森呢 他在影片中就演了一个富二代 就是他的那个的扮相呢 当时就 就我那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扮相 就是我心目中的布鲁斯文 能演 对 就那个时候 我还根本就没有想过 那时候的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BVS才刚刚上映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隐隐约约的 有感觉到 罗伯特帕丁森 就是他有我想象中的 布鲁斯文的那种气质 然后直到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那时候我们在国内 然后官宣公布 罗伯特帕丁森 成为蝙蝠侠新任 然后冲上了热搜第一 这是有史以来 蝙蝠侠在中国微博 唯一次冲上了搜第一 这个还是得问BA吧 就BA当时买热搜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对 你花了多少钱 你们俩上瘾吧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能够冲上热搜 我认为 还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反差 就是现在 大家现在做营销 不都是爱搞这种反转吗 对不对 其实那个时候的选角 我不是很清楚 那个时候除了帕丁森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几个选角 好像都不是大本那种类型的 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纤细一点的 对 年轻人 没错 设定是年轻人 还有一个是 尼古拉斯霍尔 在新X战径里面演 我反正觉得他不是很合适 因为他看起来有点蠢蠢 我也觉得 他有点憨 对 他有点憨 然后我还要说 为什么我觉得 罗伯特帕丁森 是我认为最合适的 真人版出演 因为也许 外形上大本是最合适的 但是我对这点 其实是 不是特别认同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喜欢的了 不是不喜欢 就因为 美漫画风这种东西 没有所谓的固定画风 你不能够拿一个画师的蝙蝠侠的画像 就说他跟大本一样 就说他长得最像大本 没错 我们要通过 就是一个蝙蝠侠的整体的编辑来看 有个著名的蝙蝠侠的一个编剧 他在1985年的时候 写了一个叫做蝙蝠圣经的存在 Bad Bible 就是丹尼奥尼尔 这部Bad Bible 是为之后 直到现在将近40年过去了 所有蝙蝠侠的整体造型 Lore 背景人物性格 做了一个奠定系的基础 他在那部蝙蝠圣经历门 对蝙蝠侠的布鲁斯文的形象 做了有一个词 是我认为 不管是大本 还是这个克西安贝尔 然后还是之前的这个迈克尔基顿 还是方基默 还是都没有达到的 只有罗伯特·巴提森达到了 这个词叫做unfocused 就是孔老师说的死样子 明白了 但妮二娘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在布鲁斯文 作为布鲁斯文的时候 他一直是有一种 自己感觉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有点脑子混乱 浑浑噩噩的那种感觉 而只有看大都会的时候 我是觉得罗伯特·巴提森森 把那种浑浑噩噩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种伪装出来的 富尔莱的感觉给演出来了 而这一点就是 大本更多体现的是 真正意义上的愤怒 贝尔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坚忍 和一种意志 贝尔我觉得有涉及到一点点 因为毕竟贝尔以前演过 美国精神必然 他能够把那种疯癫的情况演出来 但是他演不出来那种 崩昏噩的感觉 他其实在想影证明的时候 也没有给人感受到特别迷茫 对 因为贝尔这个人 个人形象也好 和他过去演的角色 都太聪明了 对 就是你很难把他跟一个 就是没脑子的人 或者跟一个在迷茫的人 连在一起 他太睿智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罗伯特帕丁森 作为这个 就他的这个 整个人的气质 是非常喜欢布鲁斯的 至于他的脸和身材 我觉得这个就 没关系 反正脸可以遮的 然后身材可以练 没错 帕丁森的unfocus的 我估计就可能跟他 确实可能不知道 当时在干嘛有关系 我想到另外一个笑话 就是那个荷兰蒂在演 蜘蛛侠 就在演复联4的时候 就有人在说 他那个当时在表现的时候 那个浑然不知 不知道他干什么情况 那个表现演得好真实 然后后来有人又问 那个汤姆赫兰 他说我当时确实 不知道发生什么 就是我没有看过剧本 我没有剧本 我不知道他干嘛 这个表情非常的真实 对对对 没错没错 但确实就是 从这个点来看来 就说白了 其实我们三个 都还是蛮期待 罗伯特帕丁森 作为蝙蝠侠 他的一种呈现 他是否能够 给我们带来一种 荧幕上没有体现过的 蝙蝠侠的一面 我还蛮期待的 因为其实之前 没有去专门 有人演蝙蝠侠 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像那个 美剧叫啥歌坛 里面有那个小蝙蝠侠 对吧 那个过小了 太小了 还没看出这个雏星来 然后包括一些 DC的延伸剧里边的蝙蝠侠 也显得非常的模糊 他其实也不是 不是作为主角来出现的 对对 那么包括TAS 或者其他的里边 基本都是一个陈述期 或者中两年 这个陈述期来呈现 这第一步 可能是以一个青壮年 年轻人的身份 刚刚不单起这个责任的 这么一个年轻人的状态去演 反正我回过来 就是我觉得 罗特帕丁森 就是还合理 就从这个角度来 极其合理 帕丁森 我们先聊到这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猫女 猫女这次的选角 其实也是 也不是说争议很多 但是讨论度也很高 就左伊克罗维兹 左伊克罗维兹 刚刚我们也介绍了 之前也演过 像第一站 这样的超音电影 然后身材 什么包括脸蛋 长得都还是不错的 对 也有不少人喜欢 然后这次 也就是出演了猫女这个角色 我感觉好像争议不是很大 一开始的争议 其实还是蛮大的 或者说 我觉得猫女的争议 比罗特帕丁森 作为编辑下的争议 其实更大 因为罗边 其实从他定装照 出来之后 基本上就争议没了 但是猫女 其实直到现在 主要也没有定装是吗 也定装了 但就是猫女直到现在 还是会有人 因为他的族裔问题 扮相问题 会有一些相对应的 一些争论 这个我就觉得奇怪的是 因为我据我了解 猫女本身 其实是有黑人 就懂得这个设定的 是吗 是这个样子 大概在一个月前 BA曾经问过我 说你了解猫女 这个角色 她在历史上 她到底是什么 族裔设定吗 我跟BA说 我建议你不要聊这个话题 因为她实在太乱了 为什么呢 因为猫女这个角色 别说她自己的族裔设定了 她连自己的父亲是谁 都搞不清楚 有时候她把她的父亲设定为 那个影片当中 出演的那个 Carmine Falcone 法尔克内歌坛家族的首领 有些时候呢 她的父亲是墨西哥的 一个大黑帮的老大 叫做狮王 对 然后有些时候呢 她的父母不明 所以说她的族裔 有时候会是意大利血统的 有时候会是墨西哥血统的 有时候会是纯白人血统的 反正就是为了让她的头发 变成黑色 想了很多各种办法 没错 然后呢 就差亚裔血统了 对 然后在元年里面呢 弗兰克米勒又把它写成了 黑人血统 然后变成了以妓女作为 她的职业的黑人血统 但是在第一年 元年之后紧接着的 漫长万生夜 就是它是一个连续性的故事 漫长万生夜里面呢 陆兰克兰克兰克的 编后侠的一个 借鉴 借鉴原型 对 然后在漫长万生夜里面呢 又这个确认了 猫女的父亲是 卡曼法康内 所以她是意大利血统的 所以她又从黑人 莫名其妄的又变成了白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 就没有必要过于的讨论 她的族裔了 但是你说猫女 她本身是没有非裔族裔的 这件事情本身是错误的 我只是觉得这部 或者说从我们知道 2011年重启了之后 新武术开始 猫女的 先不说她的族裔 她在本身漫画中的形象定位 是最接近于 左翼克拉维斯这一版本的 从新武术开始 其实也是一个 这个时代 她的一个审美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在诺南编夫家时期的 她的猫女注重的是什么 是一种典雅 淑女 这样的一个形象 在米歇尔菲夫时期的 是什么样子 是一种妖艳 Family Fatale 一种女性的那种 黑色电影的那种 角色那种体现 到了这部变成一种 短发 干练 有自己的一种思想见解 这其实是跟现在的一个 审美和对女性的观点的 一个变化 与时俱进的一种改变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我还是蛮喜欢这一版的 因为我觉得它 会跟其他两版 最大区别是 它能够把猫女的野性 给体现出 我记得是原点吗 还是哪里 其实已经展现出来了 就是猫女 这个人的独立自主能力 这个还是挺好的 包括说是黑人问题 那哈利贝瑞也演过猫女 演的贼差吧 咱能不能不要找反面例子 他也虽然演的贼差 但你不能说 哈利贝瑞这个人 演员形象不行 对对 故事是故事 无论如何吧 就是一个黑人的女性 来演猫女 这个事情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错 比云你怎么看 你觉得这个 左翼克莱茨 演的猫女怎么样 其实我对 左翼这个演员不了解 一点都不了解 但是我反而是 对他一开始 确认出演猫女 抵触心是最小的 相对于罗边来说 我对他抵触心 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 刚才小松老师说的 就是这个超级英雄的女主角 她其实一直在演变 像最开始的 蜘蛛侠里面的那个MJ 除了尖叫 就会尖叫 到后来的超凡蜘蛛侠 格温 她虽然还是保持着 当时那种审美 就是金发美女那种设定 但是她本身的那个性格 已经变得非常的独立 非常有自己的见解那种 然后再到了现在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女性 想要怎么来 就怎么来了一个形象 所以我其实对于 超级英雄女性这个选角 反而我没有那么多的刻板印象 再加上其实左翼她的这个外貌 她的五官 我其实觉得挺猫女 然后我对她的辅导的话 也没有任何的 就是挑剔的地方 其实要说到这个东西 其实我对于这个正正确 左翼这个问题 我是有一半排斥一半不排斥 这是个废话 排斥是如果说她的这个目的 是为了叠buff的话 那我肯定是不喜欢的 但如果她能够把她演得非常好的话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像我一开始 很早的时候 我看闪电侠美剧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对漫画也一点都不了解 闪电侠漫画一点都不了解 但是我看艾瑞斯 我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她长得挺好看的 然后她的身材也不错 但是后来 不知道是剧本的还是什么的关系 就是越来越烂了 你会发现 为什么后面又出了一个黑人卧力 然后黑人卧力还没完 又来一个他们的那个女儿 他们女儿完了之后 我以为她送走了 结果她一直都在 然后就发现原来他们闪电家族 这一家除了 除了闪电侠之外 都他妈的是黑人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 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 所以说回来 对说回来 就是如果左翼 她能够诠释的好的话 那我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我反而这方面 都是出奇的开明一点 但是目前就这个预告来看 也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她确实挺猫虑的 对反正我觉得就身材啊 什么各方面来讲都还比较合适 搬出来以后 当然我还是难以忘怀安妮海瑟威了 所以安妮海瑟威严格来说 我不认为她是一个 她的那个猫女的戏份没有那么重要 说的不好听 她可能更多功能性 还是一个画屏的功能性 哎呀 那个三观跟着五观走 对你看看 她就很花屏吧 好看 但是真的好看呀 好看 她是太好看了 那个小摩托一骑对吧 没错 好看到基本上已经就 没必要再说她什么戏份多不多 还是演的好不好 就放在那里就行了 我就光看她那戏头都行 就那种状态 对 她两个直男 你们就不会 我口水掉下来 没有确实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设计 你看那个蝙蝠摩托的设计 就其实就很那个了嘛 你让猫女去骑那个的时候 你们要骂我直男还也行吧 但我说真的 在我就觉得他们那个设计 确实是挺 比较显身材 对 非常显身材 前途后翘 当然很好了 很好了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 这一部里边可能是能期待一个 可能性格上更加独立自主的 这么一个猫女形象 因为安妮海色 我也相当于是在 诺兰三部曲的末期出现 它更多的作用在剧作上 是为背编这个角色 最后一个归宿 做一个选择 所以它本身这个角色 没有太强的自主性 那在这部新的新变化 然后之后也说 后排第二第三部 我们就算新的 蝙蝠侠独立三部曲当中 猫女作为第一部出现 我觉得它的作用会更多 我觉得会起到更多的 对于蝙蝠侠 它在前期当中 对于爱 对于身份认同 以及对于它这个超级英雄 角色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的认知 这个我们之后会讲 这个也跟BTAS 动画系列中 有一部作品当中的一个女角色 非常非常的类似和接近 那么既然我们都已经说到这了 继续往下进行下去 就是关于这个 我觉得首先可以说一下原型 对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每部蝙蝠侠的真人电影 或多或少都借接了一些 比较知名的作品 没错 比方说我们就 大家最熟悉的 可能诺兰版蝙蝠侠 其实就有漫长的圣诞夜 对包括新版的 这个就所谓扎导版的 这个一套蝙蝠侠的这个体系 就是用到了那个什么 黑暗骑士柜来 不要说黑暗骑士柜来 它简直玷污了黑暗骑士柜来 不重要 就是反正用到了这个东西 对吧 它的很多严肃 包括变化战争超人 你说它没有这个东西 不和黑暗骑士柜来有关系 不可能 对吧 大家都明白的 那么这一部 其实借鉴了哪些知名作品 要不要小松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 我要讲四部作品 三部漫画和一部动画电影 官方承认的前面三部漫画 有提到分别是元年 漫长万圣夜 和一部比较不知名的短片 叫做蝙蝠侠自尊 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它叫Eagle 可以叫自大也可以叫自尊 那我们先讲一下元年吧 元年这部漫画 其实已经是很多的 蝙蝠侠电影的这个灵感来源了 瞎影之谜 或者叫开战时刻 诺兰的第一部 其实也有 它本身元年自己也改变成动画电影过 改变得 那个非常著名的 蝙蝠声纳 对 然后这部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 因为元年说白了 就是在体验出来 蝙蝠侠 第一年是如何去评判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 跟元年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把蝙蝠侠的那种 愤怒给体验出来了 我们知道这部当中 预告片有个非常经典的情节 就是把人的妈打晕了 打趴下来 还在继续欧 尽管这部明确的 罗边说过 我们有不杀原则 但是把人欧到昏厥 继续欧 这个不属于不杀原则 打得好 打得好 然后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这版蝙蝠侠 它是迷茫且愤怒的 对 而这一点迷茫且愤怒 在元年里面 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它想做的 其实就是不断的 如何能够为父母进行复仇 这一点我觉得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 然后在漫长万生夜里面 漫长万生夜 其实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 就是它为什么 会跟漫长万生夜有关 因为漫长万生夜 说白了是双面人的故事 可以做推理 但是有一点我后来想 就是同样都出现了一个角色 就是卡尔曼·法尔科尼 就是卡尔曼·法尔科内 这个角色 其实在蝙蝠侠的 诺兰三部曲里面 也出现过 挺重要的 就是在第一部里面 最后被那个稻草人 就第一部里面的黑帮反派 然后最后被稻草人 搞疯的那个人 然后在这部当中 因为在漫画里面 它在漫长万生夜里面 是明确了 卡尔·法尔科尔科尔内 是猫女的情深父亲 而这部电影当中 有猫女 也有卡尔·法尔科尔内 而且最关键的是 在预告片有一幕 这两个人是有同框的 甚至所以我觉得 他们俩之间的剧情设置的疑点 可能是贯成影片中的 其中有个元素之一 可能也是谜语人 去设限 去怎么样 就是一步步让蝙蝠侠 进入这个深渊的 其中有一部之一 因为在漫画里面 其实猫女 是有想过去 要把她父亲杀死的 然后蝙蝠侠最后有制止她 所以她最后 只是在法尔科尔的脸上 留下了三道爪印 后面成为这个角色 非常知名的 一个外貌的痕迹 法尔科尔内 后来成了李小龙 但因为元年和漫长万事业 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所以我这边不做多的介绍 我们可以讲一下重点 介绍一下Eagle这部作品 Eagle是一部出版于 00年的作品 然后可以说 基本上很少有人能看过 然后我当时是因为 我不是每一年都会 往前一年补之前的漫画吗 大概是在四年前 还是三年前 补到了00年的漫画 正好看到了 然后当时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因为这部的画风 实在是太丑了 然后直到我前两个月 正好看到这个采访说 Eagle这部作品有借鉴 所以我又把它重新翻了一遍 他大概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一个分合日历的晚上 小丑逃脱了 分合日历 各台什么时候分合日历过 他的故事开头非常简单 就是小丑又犯事了 然后边外来把他抓了回去 然后抓回去的第二天 蝙蝠侠跟踪了一个当时 严心拷打供出小丑位置的 这样的一个小喽啰 然后小喽啰说了一句话 说我知道你会抓住我 我也知道小丑知道 是我把他供出来的 所以在你抓住我之前 我已经把我的妻子孩子 全部都枪杀了 来防止他们受到小丑的博害 然后最后他当着蝙蝠他面 自己自杀了 然后蝙蝠侠遇到这件事情之后 就非常非常的自责 愧疚 也是处于他刚开始成为蝙蝠侠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 那我觉得就是 其实也受到了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我为什么 还不如把小丑杀死 对 然后他就回到了蝙蝠洞 然后这个时候 全片的核心来了 这个时候 他的内心化成了两派 一个是布鲁斯维恩 一个是蝙蝠侠 等于说这个故事的全片 都是布鲁斯维恩和蝙蝠侠 这两个人格之间的一场辩论 是灌溉了 一个这个故事的全片 蝙蝠侠 他其实本身这个人格 代表了恐惧 蝙蝠侠那个人格 对布鲁斯维恩说有四点 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这个所谓的愧疚问题 第一点就是说 要不你退休 就别干蝙蝠侠了 还能加义 是 然后布鲁斯维恩那个人格 就跟他说 不行 我做这件事情 还是为了去 向我的父母复仇 希望向所有世界上 所有小孩 不会再像我这样 被父母杀死 在犯罪的项子里面 然后就反正这点就过去了 然后蝙蝠侠人格就说 好 你不退休是吧 那我们换个模式 你自己不愿意自己 这个释怀 那我们就把小手杀了吧 哦 这是好办法呀 是 小手杀了 这样你不就 你把所有以后 惩记的罪犯都杀了 然后当然了 这一点就是后面 我们谈到的 就是老生长台的 所有的不杀原则了嘛 就蝙蝠侠 布鲁斯维恩就解释一顿 为什么会有不杀原则啊 然后为什么不能杀小手啊 这个就不过 国瑜多说了 对 然后那个蝙蝠侠跟他说 说我们这有个 Raccoon Matata的视频 你要不要看一看 说不定改变主意啊 然后蝙蝠侠人格 然后拿出Raccoon Matata 布鲁斯维恩被收弄了 蝙蝠侠信入诚思 然后第三点 其实第三第四点 还蛮有意思的 第三点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蝙蝠侠人格说 既然你既不愿意杀人 也不愿意退休 那我们就像双命人那样 我们干脆把布鲁斯维恩 和蝙蝠侠人格 分成两个部分 你呢 一直可以在白天 活成富二代的样子 对 浑和恶爱啊 花天酒地啊 接触非常名流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啊 可以跟 想跟哪个女孩在一起 就跟哪个女孩在一起 然后永远不用接触 苦难痛苦的事情 那些东西由我来 那么到了晚上 我会接纳你这个身体 去惩治罪犯 要是真的出现 像杀人的事情 那也不是你干的 那是我干的 这个时候布鲁斯维恩就 提出问题了 那抓的时候 只能抓到你不抓我 白天我还自由活动 晚上变成你的时候 把你放监狱 所以在监狱里面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变下来睡觉 白天在监狱关的时候 布鲁斯维恩在这被关着 瞬间否决 这个不太好 不太好 然后布鲁斯维恩也拒绝了 但不是用刚刚 孔老师那个理由 我觉得这个 我这个理由很合理 可能当时编剧都没有你想 鬼才啊 孔老师 但布鲁斯维恩就说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 人格分开来的话 那我做这件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然后我也不可能 就说白了 我不可能再保持 布鲁斯维恩在这样的一个人格了 然后就进入到了第四点 第四点 这个时候 蝙蝠侠那个人格就破防了 真正意义上破防 急了 他就说 给你三个理由 让你退休 你不干 让你杀人 你不干 我都已经退到 我跟你各个时间分别控制这个身体 你都不干 那不这样吧 然后他 从硬中变成一把枪 给了布鲁斯维恩 你把我杀了 他这个急了 然后布鲁斯维恩就说 你只要把我杀了 你所有的痛苦 罪恶 愤怒 全都消失了 你就像一个正常的富二代 像王思通一样 活着就可以了 这样子 所以他也在家里面 搭那个服务器 请人过去 然后不是 不是王思通 然后布鲁斯维恩就举起了枪 因为实话说 布鲁斯维恩那时候 有一点动容 一闪念 说要不就开枪挺好的 对 当王思通也不错 对 布鲁斯维恩一想着 首先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话 那是谁杀了我 而我又杀了谁呢 然后这个时候 蝙蝠下说 我杀了我 然后布鲁斯维恩回答正确 对吧 对 然后布鲁斯维恩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人就平常不用枪 就是他拿那个枪 不一定打得准 然后他就跟那个 蝙蝠下说 你蝙蝠不要给我 这我打得准点 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当然了就是 布鲁斯维恩这个人格 最后还是放弃了 刘也不是 邝老师刚刚说的 两点 刘有两点 第一点是 这把枪是用 是当年周特尔 杀死他父母的那把枪 然后第二点 布鲁斯维恩还是觉得 就是说 现在蝙蝠下的人格 其实已经成为 我内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我杀死你 相当于说我是在自杀 就和大陆和香港一样 不可分割 没错 没错 然后最关键一点 就是通过了这一个晚上的 这样的一个辩论 其实布鲁斯维恩也发现了 不存在所谓的什么 布鲁斯维恩的人格 和蝙蝠下的人格 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辩证统一 这就朴素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没错 没错 然后所以说 相对于来说 他觉得 现在布鲁斯维恩这个人格 已经不可能再获得 所谓的快乐 也不可能有所谓的 正常的一个幸福的人生 他只有选择与蝙蝠侠 这样的一个人格共存 并且以他那种仅有的 布鲁斯维恩 作为一个人的那种 善良的内心 能够去压制住 蝙蝠侠的所谓的暴虐的 残酷的 愤怒的这种情感 他才能让这个个体 永远不会去跨过 法律的那个边界 所以故事的结尾 其实很简单 就是第二天早上醒了 然后警方告诉蝙蝠侠 他娘的小丑又逃了 要蝙蝠侠 整理一下容装 我去爷 走向了夕阳 就是这样的一个短片故事 其实对整体的剧情发展 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它这核心就是 通过这一个简简单单 布鲁斯维恩和蝙蝠侠的 这样的一个人格上的 辩论和思考 其实就告诉观众 其实解答了很多观众 去提到的问题 比如说 请问蝙蝠侠他的本体 就比如说超人 我们知道本体是克莱特肯特 不是超人 那请问蝙蝠侠他的本体 是布鲁斯维恩还是蝙蝠侠 那其实通过这个故事 告诉你蝙蝠侠的 不存在所谓的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本体 它是辩证统一的 它需要布鲁斯维恩的 仅有的良知 去压抑蝙蝠侠 他这个暴虐 但是蝙蝠侠这个人格 也已经占据了 布鲁斯维恩 他这个心理的很大的一部分了 那换回到我们这个新蝙蝠侠 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故事当中 它是迷茫和愤怒的 它需要用足够多的时间 去思考 如何平衡 这两种生活的一种情况 你像在诺兰版的蝙蝠侠里面 其实就在第一部里面 简简单单的就带过了 并没有非常强调的去突出这个概念 对 而其实在这版里面 马特里弗斯说过这部电影 它的RUNRA定位是什么 是Detective Psychological Thriller 翻译过来 它是一部侦探心理惊悚片 这个定位是马特里弗斯 对于新变弗侠的定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有涉及到很多 类似于大卫分歧式的 心理式的那种变化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所以应该会有一些 按照大卫分歧那个感觉的话 应该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视觉奇观 然后那个蝙蝠侠就感觉 他突然眼里一个什么东西 异化了 然后觉得有问题 可能会玩这个东西 但是我刚刚听你讲 那个这个漫画里面 我有两点 我觉得非常好 第一个是就是那个 蝙蝠侠变出了他父母 杀他父母那把枪 然后根据这个新的 这个电影设定 蝙蝠侠心中 胸口那个蝙蝠标 好像就是拿那把枪来改的 融化之后把它做成的 对 然后这边还有个问题 我觉得蝙蝠侠 这个自我挣扎 就特别让我想到了 我们的民主政治体制 这怎么又涉及到政治了 对 他他是有 我觉得他是有政治隐喻的 你说说 就比方说 他就他们两个人讨论了半天 其实并没有解决 他要不要杀小丑这个问题 没错 就是小丑仍然在小法外 他仍然阻止不了小丑 然后让他愧疚的这个事情 并不会因为他的对谈 而被阻止发生 对 但他自己不愧疚了 对 但他自己就聊清楚了 自己输了 这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这种制度 会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双方变成的 双方好像都聊爽了 大家通过什么 投票打成一致 但是事情谁来干的 好像还没有人来干 这个事情还挺好玩的 对 没错 就这种像这种短片 它更多的是属于那种 character的那种analysis 人物的那种分析的短片 做分析 做剖析 而不是那种对于整体 故事剧情叙事 它的一个演出 没有任何影响 对 所以这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是 三个漫画故事 对于原著的影响 这是导演清定的灵感来源 对 然后之后我们想谈一个 就是说 归根到底 我们今天去谈很多的 蝙蝠俠作品 都离不开一点 就是92年的超级经典的 蝙蝠俠动画系列 BTS 我没有看过BTS 先问一下BTS 你有没有看过BTS 我没有看过BTS 你居然没有看过 你怎么会没有看过 这么经典的作品呢 你作为华纳总裁 我的童年是看日本 二次元起来的 BTS那个时候 还没有当上总裁 对 他是从个日本模特化公司 跳槽过去的 对 不太行 他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日本的总裁 来 对我来说 BTS的 就是非常重要 电影历史上 有个特别出名的版本 叫丁波顿版本 没错 对 然后 据说呢 就是 BTS 就是所谓92年的 这个动画版本呢 是 有一些借鉴的 那个内容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丁波顿之前 编户侠走了一段时间 很奇怪的路线 就在 6070年代 对 堪匹搞笑风 对 那个时候 就白银时代的一些特征吧 就是它是一种 娱乐性很强的东西 以至于当时 所谓 就目前我们看到的 丁波顿版 那个电影的概念 刚刚推出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不认 说 难道蝙蝠侠是不搞笑的吗 这怎么可以呢 对吧 就像我们今天看 原来蝙蝠侠可以杀人吗 对 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这种行为 然后 然后丁波顿版 其实给大家一个新的概念 甚至是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奠定了 之后的蝙蝠侠的一个 受欢迎的走向 它证明了 这种路线是很多人 愿意看到的 这个很重要 没错 然后 基于此呢 其实1992年那个版本 在看到一些资料 也是有部分灵感 来比方整个 整体黑暗的风格 包括那种比较 诡异的 惊悚的感觉 这个东西呢 其实都有来 借鉴去 丁波顿这个版本 包括它整个的 电影 动画制作用了很多 黑卡纸 是为了 因为黑的太多了 实在来不及涂 就干脆用黑的弄 就完了 非常聪明 对 然后整整体的这个 对我来说那个动画片 我们小时候还会有一些 优秀的进口的动画片 能够在国内的电视台上去放 然后我们包括后面 另外一个 TAS的这个超人系列 所以说 我说那么久的核心点 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TAS的这个 蝙蝠侠版本 在我的印象当中 它是蝙蝠侠的一个基准 就是我们看之后的 诺兰版大版版 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 奇怪的版本 我们都会想 它跟这个TAS的版本像不像 但如果像的话 我觉得 这个好像是我心中的蝙蝠侠 没错 就像超人一样 超人的TAS 在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心里 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看超人 我们看 因为我们没有看过李福超 对我们来说太老了 然后我们第一个版本的 超人的概念 就来自于TAS这个动画 那么我们在之后 看一些人物设定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他是不是像那个 TAS版本的超人 如果不像的话 我们就说 这个好像跟我们想的 就不一样 对 就之后演超人的 必须得是豆豆演 这个乳了 这个乳了 豆豆演又不是咪咪演的 能一样吗 那眼睛小就不行了 就说回来 说回来 我们为什么会 就刚刚小松手 我们会提到这个东西 是因为 它对于现代的 蝙蝠侠的作品 是有一个基准线的 这样一个作用的 对 它太经典了 就像我们今天 聊到蝙蝠侠 脑子里的声音 不会是被编的 那个猴哀声音 不会是本编的 那个发声器 对啊 聊到的肯定 就是凯文康罗伊的 那个声线 就实在是太经典了 聊到小丑 它的声线 你第一眼想到的 也不会是 希斯莱吉 也不会是 华金菲尼克斯 一定想到是 马克汉密尔的 不是艾密尔发的 一定是 就是他的那个笑声 然后这里 我想讲的 几点就是 为什么我要把 这个拿出来讲了 就是新蝙蝠侠 就是这版蝙蝠侠 从某种程度上 很多元素 是回归了 BTS的设定了 从视觉元素来讲 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 它有很多视觉 是借鉴 这个蒂姆波顿的 八九版的 但它其实有 很多创新的地方 比如说 八九版的蒂姆波顿 其实是很大程度 它的歌坛的设计来源 是来自于 刚刚前面 聊到了大都会 弗里斯朗的大都会 是很经典的 德国表现主义 而蒂姆波顿版的歌坛 其实是由 德国表现主义 衍生出来的 其实我们今天 不管是看漫画 和我们心目中的歌坛 是 其实主要的设计灵感元素 都是来自于 九二版的 独特的这样的 一个蝙蝠侠设计的 它的颜色是 黑色的城市 红色的天空 而黑红 这个主色调的颜色设计 也第一次出现在 大荧幕上 就是我们现在的 新版的新蝙蝠侠 这个其实我觉得 特别特别的重要 还以为是 未来蝙蝠侠 白白别样 我白白别样的 反而就没有 那个红黑的设定了 因为为了去 契合那种 所谓的赛博朋克的元素 更多的把很多蓝色和黄色的色调 融入了 它这个黑色的元素当中 没错 然后 在第二个是城市方面 我们知道很多的 蝙蝠侠真人电影里面 诺兰的蝙蝠侠 歌坛是更多的像芝加哥 然后BBS里面 简简单单的掠过了歌坛市 更像底特律贫民窟 反而其实在 新蝙蝠侠预告里面 你能真正能看到 是有设计感的 这种阴森恐怖 但是又不乏一种 雍容华贵的 歌坛式的气质 而第一次在 真人荧幕上 看的这种气质 或者说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感觉 是在诺兰的第一部 《狭隐之谜》里面 那个Narrows 《平民窟》 那个岛上的设计风格 是有点 银翼杀手式的那种 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这个让我会觉得 它更契合那种 蝙蝠侠的 戏剧化的漫画元素 因为我们知道 蝙蝠侠动画系列 跟之前的一些DT动画 比如说超级Super Friends 超级战队 更早之前的正义联盟 这种小动画 有什么区别 就是它的人物的 动作的画法和曲线 并不是纯写实 或者是那种 勾勒的特别明显 它是一种戏剧化的形式 体现出来的 讲究的是夸张和效果 甚至所以会用那种 非常大的颜色色块 比如说黑色 去体现人物的那种阴影 而之前的很多动画 反而就是要把人物画的 非常详细 你这个胳膊 手都要画出来 反而鉴于当时的那种技术的限制 它的动作会非常的僵硬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的戏剧化的特点 在新的蝙蝠侠电影中 会体现出来 然后另外就是说 它的人物设计 我们知道BTS 它塑造了很多很多 很有名的DC的人物 比如说哈利奎英 哈利奎英是动画原创的 直到今天是相当于是DC一节 第一节可还行 绝对比神奇女侠要高 然后第二个最关键的 它给像极动人这样的反派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源故事 那个大电影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错 叫Sub-Zero 这个零度以下 非常推荐的电影 然后今天呢 刚刚讲了这么多BTS 我之前有说过 我们有四部 是跟新编幅下灵感来源 前面三部刚刚刚讲过了 是漫画 也是导演清定的 最后一部 其实官方没有说 但是我认为 它会是新编幅下灵感来源 就是BTS系列里面的第一部 院线定 Mask of the Phantasm 中文一名非常难听 叫蝙蝠侠大战幻影人 就跟超人大战蝙蝠侠一样 很难听的名字 可以的可以的 很直白 很直白很直白 然后这部电影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它是第一次 在蝙蝠侠的这个角色的 塑造历史里面 给了他一位真正深爱 真正有可能能够去结婚 并且摆脱蝙蝠侠的 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人生 能够选择一个快乐的 幸福的这个人生 这种选择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它在 无路可走 真的是无路可走 就是这部电影 其实讲述了 BTS蝙蝠侠的起源 它原来有一个爱人 这个爱人跟它是门当户对 并且也特别能够了解 它蝙蝠侠心中那种哀伤 所以说蝙蝠侠曾经就是 它有想过自己不当蝙蝠侠 就跟这个人一起终老 过在一个来到一个 遥远的海岛 过这个日子 去满足自己父母的一个遗愿 因为他一直想要 去为父母报仇 但他很清楚 他父母的遗愿 不是希望他报仇 而是希望他有一个 好的美满的 幸福的人生 这点其实很关键 而在后期呢 还是有悲剧发生 不是女主死了 女主因为自己的父母 受到了这个被杀 然后最终就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选择离开了布鲁斯 而最终 这部影片的标题 叫做蝙蝠侠大战幻影人 那么幻影人是谁呢 巨头玉井 幻影人最后就是 蝙蝠侠生涯过的那个女主 而幻影人并不是这部影片上的反派 反派小丑 又是他 又是小丑 就是万变不立即中 永远离不开小丑 对 然后这部远先电影 其实也对小丑的声势 在BTS有一个决定性的讲述 因为以往我们知道 致命玩笑 很经典的小丑的起源故事 告诉你小丑原来是个普通人 一个非常差的一天 A Bad Day 变成了小丑 但是在BTS里面呢 小丑并不是原来是个普通人 他就一直是一个罪恶的象征 他就是个坏人 他就是一个坏人 有点像蒂姆波顿第一版本的 那个小丑一样 对 没错 甚至可以说 蒂姆波顿版的小丑 灵感起源 直接影响了这部动画电影的诞生 那在这一版设定里面呢 女主的家庭的不幸福 她父母被杀 也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成为小丑 只是黑帮喽啰的小丑干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干大事的人啊 真的是牛逼啊 接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最后女主画画成这个幻影人 想去杀小丑 然后在故事的结尾 其实蝙蝠下还曾苦苦哀求过 她说能不能不放下这一切 我也不当蝙蝠下了 你也不要杀小丑 也不要当幻影人了 我们能不能还像以前那样 来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海岛度过这一生 然后女主说不可能了 我们永远无法回到那个过去了 你也永远没有办法去实现你父母对你的遗愿了 你能做的只能为你的父母复仇 最终他跟小丑同归欲尽 比如说这个故事对于BTS的蝙蝠下来说 是非常有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创伤的 导致他在之后的故事当中 就再也没有去想过 能够过上正常普通的一生 那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在讲述 蝙蝠下他作为布鲁斯维恩 和蝙蝠下他这样的一个纠结的一个性格 怪不得他会喜欢神区蝎 没电影吗 明天出来的 好吧 没事 这个神区蝎最后也是有电影吗 只不过他爹是宙斯 但是后面的设定了 对 这个至少小丑伤不了他 没错 所以说其实我们回到这个新蝙蝠下 为什么我觉得这部新蝙蝠下非常有意思 导演说过这是一部心理精神惊悚片 我就想到了很多大卫分歧的作品 比如说刚刚所谓的两个人和之间的对峙 很容易想到搏击俱乐部 比如说谜语人 所以他后面是 搏击俱乐部后面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还是一个正常的结局 都被抓进警察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然后到了十二宫 Zodiac 十二宫杀手导演 清定是谜语人这个的原型灵感来源 然后最关键想谈一下就是七宗罪 我大概在一年前就说过 就是我觉得这一版蝙蝠下 他会采用七宗罪的结局 七宗罪的结局是什么 主角妥协了 他失败了 他尽管抓住了罪犯 但是他失去了自己的心理底线 当然我相信这版蝙蝠下 最后他不会选择去杀人 对 因为还有第二部呢 包括主要是他说了 他不会去杀人 他有不杀原则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谜语人就这部 可能就是通过设置一个个谜语 不断的挑战 挑战蝙蝠下的底线 让他告诉他 他不可能再追求一个 普通正常的生活 他只可能去选择成为一个 极端的愤怒的蝙蝠下 他可能会通过一些关卡 就是蝙蝠下做了一些选择 他说你看 你做这个选择 就说明你不行了 你回不去了 是 逆经不一样了 没错 所以这点其实我还真 蛮期待这部电影了 因为这部电影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 一个英雄慢慢走向深渊的 一个过程 这跟BBS可能正好相反 BBS是一个 走向深渊的英雄 慢慢的爬毁 爬毁光明 没有仇人 我们可以的 我好开心 我那个梦看破房了 什么都行 对 所以这个其实 刚刚我们讲到的 其实是对于一些原著的 不管是漫画和动画 对于电影的一些影响 这里我其实想 也想问一下BA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是 一些对于蝙蝠下的粉丝来说 他会去讲众议的点 那对于一个 比如说作为一个路人视角 或者是纯粹是一个 喜欢蝙蝠下这个角色的人来说 你更期待这部影片当中 你能看到哪些的东西 身为一个博主 身为一个博主 我首先期望 我首先期望一部电影 它能够更加的普世化一点 因为我们看那个信条 我们看沙丘是不是 就是其实路人的这个门槛是有的 就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画面很好看 那个很玄学 这个时间倒流 什么意思 但是最后好像又没看懂 其实说白点 就是男生看完之后 没法跟女生装备 我担心就是这个 因为我刚才听小松老师说 那个蝙蝠侠双重人格是吧 我杀了你 你杀了我什么东西 其实我听到这个 我真的挺喜欢的 我甚至就是待会停了 我要去看一下这个漫画 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如果电影 它真这么放的话 它又要破案 然后又要跟自己对话 然后又要跟猫女搞来搞去的 然后又是戈登 然后又是阿福什么之类的 我真担心三个小时 还未必能够搞得那么清楚 其实呢 其实就是内心深处 有另外一个人格的 我们都知道 那个阿卡姆其实不是 一直跟小丑那样对话吗 其实这种呢 对对对 其实这个其实真的 非常的 就看得非常舒服 你看小丑虽然死了 但是他又没死 对不对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 非常简单的 比较好理解的 他边破案 边去抓那些人 然后边跟小丑对话 我觉得非常简单 但是如果到了电影的话 每个人物 除了蝙蝠侠之外 每个人物都要去做的 相对来说丰满一些 就特别难了 毕竟游戏是游戏 你可以选择做不做 一些支线 你可以选择管不管罗宾 你可以选择管不管独藤女 哈利奎恩什么东西 你可以选择 完全不用管他 但是他的主线就是有小丑 他对 就是非常清晰 你知道吗 就是我希望他有像漫画一样 清晰的一个脉络 但是我又不希望他在这个清晰的主线里面 有在过多的支线上面 顾及太多 就简简单单的把这个 把这个电影先讲好 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 等电影成功之后 然后再交给像我这种趁热度的博主 去各种去查 各种去搜 这就是我的意思 还别像预告片里面那个浮花道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当时因为我有听别人说 他不是参考元年吗 小丑老师不是也是cue了很多次吗 我真的去翻了一下 确确实实还真的就是那些什么浮道画 真的好像是直接複式粘贴过来的 像那个猫女的那个短发 那个造型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很长的那个靴子 我们也看到那个片场照 很长的那个靴子 其实那个很长靴子很难hold 其实穿的也不舒服的 还有那个面具 虽然很多人觉得那个面具太简单了 好像就抢劫银行 但是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巧妙 非常的巧妙 我当时看对对对 我当时看那个 当时我在看那个诺兰三部曲的时候 他背后那个服装设计师 我记得也是神奇女侠 2017版本 不不 后来的神奇女侠第二部 也是那个设计师 他在设计那个猫女的那个面具 或者说头套的时候 甚至他那个眼镜 大家如果有细心有看到的话 猫女他不是有个眼镜吗 就拖东西 有个眼镜 可以理解是放大镜吗 他把它给掀起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只猫耳朵 非常的巧妙 但是你在新蝙蝠侠里面 你看他可能就只是一个 轻轻一掀 就可以把那个头罩掀掉 我其实挺喜欢的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挺 复古吧 但是我们也看到里面出现了iPhone 是不是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大概 像是我刚出生的那个时候 90年代初 90年代初的时候 但是现在发现不是 他应该还是跟我们现代 不会距离太远的 怎么说呢 辅导话我没有什么问题 最主要就是这个电影 一定要简单一些 我不是说一定要做像爆米花 那个样子 但是你肯定得给观众 在走出电影院之后 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首先首先就是 电影一定要爆 不爆不行 对对对 说到好看 我问一下BN 你怎么看打戏 我看这个RAC已经发了 对于打戏的吐槽 然后被美麦大王冲了 昨天晚上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说那个RAC最近 一直在跟我讲说 你觉得那个新编蝙俠打戏怎么样 然后给我发几张截图 然后我当时回答 其实也很简单 我说他打得挺狠的 至于其他的我也不懂 毕竟我没怎么给人打过架了 打挺狠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下播的时候 我就看了他的那个视频 我觉得也是有道理 但是我其实在他发视频之前 我也跟他说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就是晚一点的发 毕竟这电影毕竟还没上 不管你说再有道理 可能都会造成一些 不好的一些反应 那果然今天我才起床 我就看到了一些人 去挂他 两方的那个观点 我也都看了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打戏 怎么样的 首先在我这里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在我之前我还是可以的 我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经常是站在路人的观点去看的 我甚至这部电影 跟之前的猛星小队不一样 猛星小队我还是做了点功课的 我至少知道谁谁谁是谁 他在漫画里面 他是谁的主要对手 是蝙蝠侠的还是闪电侠的 我要去看这些东西 但是 对 但是蝙蝠侠 没有蝙蝠侠 其实我对于谜语人的那个了解 其实跟孔老师一样 也是谜语人滚出歌坛 也是来自于那个游戏 里面一堆的问号 一堆的问号 我其实对他了解也不是很多 但我这次反而并没有去查 去做调研什么之类的 我是希望放空一点 然后去感受一下 这部非常有 怎么说呢 时代性的电影吧 因为毕竟蝙蝠侠真的 请问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看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等到这一期发出来的时候 应该大家都已经看到我的观点 不过我不会剧透 18号之前我是不会剧透的 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 其实虽然啊 我没有对他有太多先入为主的调研 但是我对他的期待 一定是不输小宋老师的 我其实感觉下来 我为什么期待这个电影呢 是因为他 我们好不容易啊 就是这两年 两年了 我们第一次能在中国大陆 看一部超级英雄电影 太不容易了 对 这个就很吓人 因为这个我曾经也跟迪士尼合作过 对吧 然后也曾经参加过 他们那个 他们每年会有一个内部的会议 就是请那个合作方过去看一看 他们未来这一年会发什么样的电影 我还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 被邀请过去展望2021年 然后给我展现了一个灰红的巨制 三部漫威巨制 上气黑寡妇永恒足 内部人员 内部人员 对 那个孔老师 那个奇异博士 什么时候上 什么时候过上 这种事情 你问我 我咋知道 你要是那个没问题 我又不是吕永辉 你们骂谁呢 他人家不是也说 蝙蝠下没问题 不是就还上了吗 我要说的点在 就是说2021年 那个过后 那些东西全没上 其实我刚才说的 刚才说这部电影 很有时代性的意义 除了它是十年后的 第一部 洛兰三部曲之后的 第一部真人 蝙蝠侠 独立电影以外 就是你看2021年 经历这么多 各种超级英雄电影 都没有过 其实就是 索尼的电影可以上 荷兰地的电影可以上 迪士尼的也能够上一半 那个算是上一半了 所以其实这已经很明显 就像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内部人是怎么想 但是就我们路人来说 就好像一个幼儿园 我跟你不好 我就不跟你玩 别人跟我好 我就跟别人玩 我就针对你怎么了 其实这个我觉得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蝙蝠侠上了 就说明超音也没问题 而且还是这么黑暗的 是不是 基本上 所以我认为 这部电影 真的意义是非常大 如果说DC 因为 其实我早就觉得 我自己应该已经 不算是一个DC粉了 我不管是我自己 这么认为的 还是我被人开除的粉级 不是 因为BA 你是不是DC粉 其实你说的不算 是 我经常被人 被人开除粉级 各种粉级都开除 从漫威一开始 各种开除 然后呢 我也开始怀疑 我自己应该不算DC粉了吧 因为最近这些电影 确实也挺那个的 然后直到我看到 前段时间 发了一个预告的 一个混节 有黑亚当 有闪电侠 闪电侠这个先不说 有黑亚当 我看到黑亚当的时候 我特别激动 我真的特别激动 因为我觉得 哇 这个巨石强生 他肯定稳了 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 消耗自己IP的一个演员 虽然说 我觉得他没什么演技 但是黑亚当这玩意 也是给他solo的 你演你自己就行了 你自己就是黑亚当 所以我觉得DC 我又看到一片曙光 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我还是DC粉 所以 蝙蝠侠对于我来说 是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蝙蝠侠 这个电影好了 那些什么 参考了什么鬼漫画 还是参考了什么 政治影域 什么的 都能把 能挖了 我全把都挖出来 所以首先 最最最重要的 还是这个电影 一定要 普世性质方面 我希望 马导一定要 把它做好 不要太小丑了 稍微像三部曲 那边靠容一点 然后也不要有太多 像扎岛这样子的 争议在 其实刚刚别讲了 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就是这种电影 我们就是 虽然漫威进不来吧 但是我们知道 漫威的飘温号召能力 到什么程度 包括我们看不到的 上汽 包括这个 怎么永恒独献不讲了 两面都没讨好 对吧 然后但是那个 上汽和 蜘蛛侠三 真的就是在市场上 所向披披 基本上就是 我们叫旧式作品 旧整个电影市场的作品 虽然我通过各种渠道 小聪子肯定也知道 就是媒体也很多报道 说这个新变墓侠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作品 BA想象的非常好 如果它确实很好 但它如果是下一部 《沙丘》怎么办 对 它不一定卖座 它不卖座 或者没有办法起到 拯救超音电影 这个市场 在国内的热情 这件事情 对 它没有办法去 拯救好莱坞电影 在中国票房预论的问题 那这部电影 它其实拍得再好 它对中国观众的 这个市场的意义 就没有那么大 这个也是我觉得 就有点担心的 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往外隐身 就乔宋 说到大卫分歧的时候 很激动 因为大卫分歧 很适合这部电影 因为精神分析 理论这些东西 大卫分歧特别喜欢 然后他特别会用一些 镜头里边的 异化现象 或者是一些视觉奇观 来展现一个人的 内心里的恐惧 对 的那种呈现 这个大家如果 对大卫分歧的 很多作品熟悉的话 不过他这个人 都很奇怪 你知道吧 就特别好 但是然后 它又是个 两个小时55分钟的 震探片 对 然后又有解谜 肯定对我们来说 觉得哇 这个东西好好看 作为一个电影 也会非常期待 很期待 但是作为普通观众来说 这个两个小时55分钟 我在那看密语人 太累了 就可能会很痛苦 对对 我很担心 包括他那个 浮化到感觉下来 也没有 不是那种观众员 很好的那种 那种风格 包括之前 传说各种什么 蝙蝠侠骑摩托车 摔倒了那种 很奇葩的幕后 包括毕业刚刚 有讲了解释成本 这个问题 我如何 就大家很多人 可能看完这个 听完我们的节目 都不一定完全听懂 我们在讲那个什么东西 这到底跟BBS 有什么关系呢 跟诺兰蝙蝠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很难 去跟一个普通的观众 去做讲述 包括去说这东西 到底有多好怎么样 所以它各方面来讲 都挺危险的 是 我从这个地方 再往外引一点 就是我最后想聊的 一点话题 就是蝙蝠侠定档 这件事情 我是第一时间知道的 这个事情是 当时郭连凯跟我说 郭老师准备好 华娜跟我讲了 要定档了 就在今天下午4点钟 你准备好 然后我那时候 才跟BBS 他说的时候 要定档了 确实是 OK定了 我在各种B站 新浪微博 什么 就评论前开始了 然后就都是DC粉们说 漫威 你看看 就你们刷不了 就你们刷不了 你看看这个 说明 不是超级英雄的问题 很多还说 我们看我们中国 没有外国配进来 对不对 你看都上了 尼罗河采 对吧 都上了 什么那种 上都挺烂 都上了 对吧 你看 蝙蝠侠进来以后 就是你们漫威有问题 然后马上就升级到了 DC粉对漫威粉的那种 压倒性的那种 那种心理优胜 然后漫威粉会反过来说 你看看现在上的 都是什么烂片 说明新蝙蝠侠 也一定是烂片 就两个粉丝 开始潮起来 还有一些梗图 然后DC粉 DC粉甚至会拿这个东西 去用洗 可能太严重了 就是会是说 其实我们好像 并没有对海外的文化内容 进行所谓的限制 对吧 这个东西剔下来 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 咱们先不聊 为什么漫威进来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明白 就不敢明说 对 但是这个肯定是有问题 这里边的很多逻辑 其实在我们聊 上期节目的时候 包括聊熊少年的时候 都有提到 就是我们这种 所谓的社会舆情 对一个文艺判断的失准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然后DC粉拿 拿蝙蝠侠能进来 去嘲笑漫威 进不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重心 出现了演出的问题 我们要聊的是 为什么海外的电影 现在进来这么难 然后为什么会 莫名其妙的 会出现很多 很诡异的逻辑 在这个地方 而不在于又说 DC进来的 漫威进吧 你漫威傻逼 其实就是说白了什么 就是我国的 已经现在出现了 很多畸形的观点 比如说换个例子 我们不换这么激进的 前两天 花束版的恋爱引进了 它的引进的一个 重大卖点是什么 叫做一刀未减 这已经变成一个 重大卖点了 上次Lucy也聊了这个话题 我们那个 花束版恋爱节目里面 其实蝙蝠侠 PG13 我相信蝙蝠侠 应该也是一刀未减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国的电影会出现 尤其是引进的电影 会出现很多奇怪的东西 明明是应该 我们要讨论的 是为什么这么多电影 它进不来 它没有问题的电影 也进不来 但是由于国家选择 让一些电影 简单一些电影 进不来 反而从一个 一致对外的话题 变成了一个 内部消化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漫威粉和DC粉 之间打了半天 其实真正的问题 是什么 有没有就想过 真正的问题 是那些片子进不来 就这个东西 不值得幸灾乐祸 是 我也是同样的观点 这个就很吓人 但是这个我们不能 太往生的聊了 这个国家自由法度在吧 就是有很多问题 就我们只能说 希望环境 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 就是对商业片好一点 就你说 比方说有一些 就是确实有明显的 政治表达和诉求的 那种电影 你说进不来 这个东西 它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有些商业片 你因为一些牵强附会 甚至是因为一些 所谓大家认为的那些 强加的点 比如说怪物猎人 对 首先是 我们慢慢的 对于这个政策的缩紧 开始麻木 第二是我们会开始 有人觉得 缩紧是对的 我们就不说对错吧 但是我觉得 他们认为正确的 这个理由是有点问题的 我可以去思考一下 对 就是作为一个 蝙蝠俠和第七粉 我应该很庆幸 也很幸运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华纳还是很牛逼 能够让新蝙蝠俠进来 但是不代表 让新蝙蝠俠进来 我们就会觉得 你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或者说 华纳就是比漫威厉害 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我们只能说 很庆幸 自己没有成为漫威那个样子 其实我们看DC的 也喜欢看漫威 难道不希望漫威的电影 就比如说七博社 我也希望在第一时间 能够看到 帕特里克斯托尔特 那死光头 是不是在这电影里面 但是我知道 我肯定看不到 对 然后BA就跟我说 你看我看了 对 我真的 我是希望那个 内地能够上 我诚实的讲了 我比一般的路人 还要希望 三出铜框这种上的 我吵他妈的 他内地他不上 我哪来的热度蹭呢 是不是 这个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而且就粉丝角度出发吧 你一个人 那你偷着乐 有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我在网上 我想发条 发一个博文说 我对这个电影里面 某个观点 我不同意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都没人跟我讨论啊 是不是 对 有人跟我讨论 然后就会有人来骂说 你看的是网牌 还是什么枪板 是不是 就有这种 没有意义的这种讨论 就很没意思 所以 作为一个这个领域 这个博主 其实是希望 每个人都能够 看到之后 有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 公平和谐的 一个讨论 这个环境 要不然就没有意思 大家的愿景 都很单纯嘛 就是我就想 没错 看一部好看的商业片 因为大家看看 目前咱们中国电影的 这个市场状态吧 就是我认为 比方说 我们二月份 有华硕版恋爱 有纽约的雨天 然后之后有 蝙蝠侠 有神秘海域 神秘海域 绝对领域 突然发现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发现 三四月份 没东西上 就没有什么能看的东西 太淡了 因为中国电影市场 在春节党之后 会进入一个真空 没错 因为一般来说会继续消耗 春节党的电影的 这么一个热度 然后一直到可能 暑期党之前 可能就没有什么 非常大的 规模的电影商业 可能五一党会有一批 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不到一些 正儿八经能给人看的电影 这实在太痛苦了 还有包括 其实刚刚毕业一场 想说的那点 其实特别好 就是这种延期上映 或者是这种 蜘蛛侠这个楼 来来会多少回来 然后它会削弱 大家讨论电影的乐趣 它会变成讨论上映的乐趣 对 然后大家慢慢从讨论电影 去变成了 能不能过 能不能审 捡不捡 这个作为电影观众 来说很悲哀 就是咱们不提什么 中美关系 什么舆论的处理倾向 这种东西 就是你作为一个电影观众 你想看个电影 这么费劲 是不是会不太开心 有没有必要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内部先打一架 我们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 是我们看不到这些电影 不管好坏 我能不能去看这个电影 然后大家能不能 去一块去聊聊这个片子 然后去重新享受一下 聊电影的这些乐趣 我觉得这个 看到电影是一方面 聊电影本身 它的文化发酵 它的这种 大家互相的交流 也是电影魅力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通过 以前因为上映时间没对上 或者干脆上不了 原因 这种交流会弹幕很多 因为我做互联网的 我明白这个讨论量的 如果这个电影演期上映 差很远的 因为BV都不知道 该什么时候开始做 它没有一个集中爆发点 然后这会让 整个观影的这个氛围 可以下降 那么还是那句话 那么长久以来 它会加速电影的死亡 对 因为我们看电影本身的快乐 被剥夺了 首先我们在大荧幕上 我们看不到这个电影 第二是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讨论这个电影 当这个电影最终 我们看到的时候 可能已经离上映 有一个多月两个月了 甚至蓝光盘可能三个月 那个时候 你已经看过的人 你没有欲望聊了 刚看的人又觉得 好像也就那些 选择看叠的人也不多 你说让我现在聊蜘蛛侠 三猪同框 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 还好我们还提早去了 澳门还去看了一下 再晚点我们都不想聊了 是的 你这种对电影的观众 和电影本身的伤害 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一个就是常规的 我们到最后 还是要有一个上升外言环节 没错 对就说到这 感谢BA给我们带来 这个上升环节的契机 以及感谢孔老师 给我们上升的空间 就是感谢下BA 这个总裁的格局 还是不一样 怪不得华纳的片子 都能在国内上 没有BA怎么办 人家BA马上就想到了 说我们首先这个电影 在国内好看 对有人去买票 这个还是最重要 前两天公布了财报 2021年六大赚钱 赚的最多的就是华纳 仅次于Netflix 现在六大 就是靠着华纳养着 你看迪士尼都不行了 对呀 这个我也很惊讶 这个我真的很惊讶 有什么好惊讶的 迪士尼 你看他迪士尼 那个财报里面 那个新闻里面写的是 由于今年的发行上 出现了一些问题 想都不用想 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非常有意思了 剩下的钱 只能靠乐园养着了 并全线澎湃 那我说到这 其实也差不多 差不多了 反正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出发点的 还是跟大家去聊一聊 关于这个新兵木侠 这些期待 然后也给大家去科普了一些 有些漫画 或者角色的一些彩蛋 然后也让我们的BA 过来上了一下格局 还是感谢 希望大家是 感谢大家收听 然后希望大家 听完我们这个节目之后 当你看见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节目 还是挺有用的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 我们这个节目 可以给我们这个 点赞评论 转发说 包括这个订阅 如果大家有这个愿望 跟我们一起想聊聊 这部电影 可以去加我们的 这个微信粉丝群 怎么加呢 就是是关注公众号 那个公众号是 SMFM206 SMFM20BA 2016 然后输入之后 就可以加我们的 这个公众号 然后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这个 家群小助手 可以把你聊到 社群里面 跟大家一起 去聊聊这个片子 对 然后 广告华纳出品的 这个哈利波特 就是马上 这个4月份 马上就有神奇痛苦了 然后我和希特老师 目前为止正在做一个 哈利波特主题的 这个播客 叫黄油啤酒区画 对 在某个这个 很阴谋的 这个音乐平台 这个独家更新当中 厉害 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 就到此结束 好 非常感谢 毕业的到来 对吧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完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